大家好,我是三毛教育熊掌 又來到官方週三晚上6點才會公告更新 三毛報告安製作的週版本更新懶人包啦 大家要看完整文章公告的影片內容下面都會放連結 本週2月24號是山徒封稅的首領挑戰 以及還有新服塗層的開始 再加上剛開放的65跟67創命 關卡其實有點多,我會聞到加班的味道 那就讓三毛帶你們進入影片主題吧 本次2月24號的週版本更新一樣是早上6點到8點 週版本的維修獎勵一樣是沒有誠意的魂光跟銅錢 我們進入更新內容 第一個主題是山徒封稅的首領挑戰 這個之前有稍微跟大家提醒到 首先能確定幾個資訊 淘浦應該不會改的就是BOSS的屬性了 本次的首領挑戰三個BOSS 雷屬暗屬火屬 並且角色一樣是不能重複使用的 要準備好火屬一對五個 然後冰屬一對五個 然後光屬一對五個 打法跟BOSS的數值就不多說了 因為仙劍被改強過了 所以說不定這次也不是打什麼3498分啊 要打個16000啊 都不意外啦 台服特別版真好玩啦 第二個主題是限定交換的陣馬雨林 就是上官員的單UP池 這個單UP池 老實說跟大家講請不要抽啦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上官員作為坦克是非常弱的 火屬的鐵位、存戰改比一、未來的春藍還要低啦 第二點就是上官員作為火系數也很弱 曹沁就不多說 陰劍平、夏侯梨等人都比他好用很多啦 簡單說上官員他現在有一個似不像的稱號 第三點就是單UP池 單UP池很毒 三官員只有40%的中獎機率 所以第一隻抽Y沒有中到上官員是很正常的 如果大家要保證大保底抽到上官員 至少要準備180抽去投資 第一隻Y後,第二隻才會比中上官員 陸服在後面也其實有出過上官員的卡池 建議圖鑑檔的玩家可以等精選池再抽就好 再強調一次 單UP池很毒 三官員現在很弱 不要亂抽這池 第二個主更新 第三個主更新是限定召喚的劍心冰魄 冰璃跟鸚鵡姐的雙強尺 不過老玩家應該兩隻角色都已經六星了 這池三寶的建議是 如果兩隻都沒有六星滿星的,請抽爆他們 這池跟曹沁黎幽一樣好用 把他們兩個抽爆一點都不虧 抽滿星之後就可以刷別隻角色碎片 非常賺 再來第四個主更新是諸葛愛的藥禮旗下 這個在陸服賣是168外觀券,沒意外台服也是會同樣的價格 這個也是算我私心推薦的外觀,非常可愛 也是天地捷少數穿很少的外觀 各位紳士們,請買爆毛毛的衣服吧! 第五個主更新是契冤天賤跟浮屠城開放 新一期的浮屠城也將近持續一個月 舊的浮屠城到今天2月23號 還沒打的小夥伴記得要打喔 只要打30層,寧滿獎勵就可以了 第六個主更新就是超值禮包 就是大家熟悉的攀子禮包啦 第一個,鴻蒙化運箱 這是目前最划算的靈運石禮包之一 想要提升角色強度,最關鍵的其中一個就是靈運石 靈運石要開5內 扣掉石之心的500,大概用250元去買一顆靈運石 這個禮包可以買2次 所以說2980元總共可以獲得8顆靈運石 我三毛我個人就是會買完它 靈運石的價值感以及現在的光鋒劍可以臭 2980元加上周卡的90加30 差不多就可以臭,因為這次光鋒劍一個月 再來是美倫美幻這個禮盒,平常是不會買 但是諸葛岸那個外觀實在太漂亮了 外觀要168外觀券 通常如果外觀券有缺的,大家都會缺啦 只好買美倫美幻禮盒補不足的外觀券 當然是三觀元的55階直升,誰買誰盤就不多說了 這個東西是品行手的存在 最後就是長槍狂戰禮 長槍狂戰禮就是我們的飾品禮盒 這裡包有4個飾品,我都有放表格上來 簡單其實分成PVP跟PVE的人 PVP的話我會推薦首推,這個狼環玉璧 狼環玉璧的話其實所有坦克都非常適合帶 建議可以多換幾個在身上 PVE的話就是首選滑板鞋千零萬玉焉 就是我們俗稱的滑板鞋 打完就可以再移動2個,這個就是另類的風寒月 最少一個帳號至少要1個 最多我覺得只要2個就好 因為天地節的關卡裝備是可以拔來拔去的 所以需求並不高 反而是打PVP流火的玩家 如果場上有3個坦克的話 可能就需要3個狼環玉璧了 這次更新如上,如果對更新有什麼看法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討論 三毛號道都會回覆喔 另外就是三毛最近影片會出的比較慢 跟大家告知一下原因 一來就是創命關卡等幫打的需求變太多了 打不完啊 二來就是目前天地的影片流量不盡理想 有在改變企劃 三來就是在幫馬嫂搬家處理很多琐事 所以可能出的速度會慢很多,請大家多多包涵 以及就是非常感謝大家對三毛的支持 我跟毛嫂都會記得哪一些是真毛粉 哪一些是真毛黑 最後就是凌月如的扣子狀快快到了 大家好好期待吧,我自己是很害怕就死了 本部影片到這邊結束 我是三毛周首長,如果喜歡我的懶人包系列影片 記得開啟小鈴鐺 想要看我繼續分享影片 按讚訂閱分享也不要透過喔 那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支影片見啦,掰掰 掰掰